请部长 部长请 叶维员好 部长好 部长 早上有委员 执询的时候 认为你们这个报告 没有真正的给我们资料 敷衍立法院 你问他说哪里 我真的很认真的看过你们 我还是跟他一样的感觉 认为这样的预算报告 没有针对立法院的要求 所以我今天 不会同意你们的预算解冻案 我并没有什么情绪或者是怎么样 只要你们什么时候针对委员会所提出来的 请委员指教了 看什么地方不够清楚我们来说明 好来 部长 第一 我们第一要求你对全国的校园危险路段 提出改善方案 结果呢 你们告诉我们教育部 警政署 发行了DVD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 哪些危险路段 你们怎么样的实际的用工程去改善 我们看到了这个好像变成校园的危险路段 不是交通部的事 是学校的事 是警政署的事 这样的报告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我们要的是旧交通部的部分 我们要的是旧交通的部分 怎么样用交通的实际工程来改善 我们没有看到报告 我不是要你现在的说明 我们要你 我不是只有我要 是整个交通委员会要你们的说明 要你们的方案 这样听懂了吗 这点我们能简要的说明一点 好 我要你书面的说明 我们要的是交通委员会 不是只有对我 我先把部长刚刚提的很好 他说很好 我们我们告诉你们 我们怎么样 为什么不满意 等一下你可以一起来 好 部长你也提一下好 这是第一点 我等一下可以 我会让你们说明 第二 大鹏 大鹏湾的风景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提案的要求的内容 是说BOT的缺失弊端 要来做说明 专案的说明 BOT的缺失弊端 结果呢 我们看了你整个报告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不法的 对于预算的内容 你只有说这是政府应办事项 那到底契约是 按契约 那业者是要做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弊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弊案呢 如果都没有缺失 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会有弊端呢 不过我不晓得委员讲 这个大鹏湾的弊端是指什么 那当初我们提案的时候 你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 我们做为什么做这样的提案 是不是 这个是委员会做的哦 委员会做的 这个决议就是这样 你如果不知道 当初我们在做这样的提议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知道你们弊端 指的弊端是什么 当初指的弊端是什么 局长你知道吧 部长不知道你知道吧 跟委员报告是 主委的提案的内容很清楚的讲 BOT BOT的弊端跟缺失 对不对 说实在话 这个案子是 工作期程有延误啦 但是并没有不法的情势在里面 好 那么你是指当初提案的委员 是这样的 做这样的提案是错误的 好 那这一点算你回答 我希望提案的委员 看到这一段 赶快来再做一次咨询 好 第三 一样是今天的报告的三项 预算解冻案 第三项呢 是民宿的管理与辅导 民宿的管理与辅导 结果你们的报告呢 民宿问题说是地方事务 然后呢 你们的报告里面还有 旅行台湾动感100 但是呢 我们要的是旅馆的 民宿管理与辅导 很清楚哦 旅馆的民宿管理与辅导 结果你们 告诉我们是旅行台湾动感100 没有跟委员报告 那旅馆民宿的问题是地方事务 是 不是我想这个 这个我们最主要就是 一般旅馆品质提升 那这里头我们也有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做这个 这个预算 我们实际上的执行成果 比方说我们从这个去年一整年到 今年为止 我们总共这个 会同各县市政府 计查旅馆有多少加次 加次 民宿有多少加次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来跟委员会报告 就是说我们的执行的一个成果 来 如果这样你们这个项目就不应该叫旅馆的民宿管理与辅导 你就应该叫民宿 旅馆的民宿统计 哈 你们只要那个数字有多少 这样那就是统计就好了 我们这里头也 我们现在要的是 我们当初提案的时候也跟你们讲得很清楚 你说要提升旅馆的品质 你刚也提到 你再一次的提到要提升旅馆的服务品质 但是你只有讲要提升 你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如何提升 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 你还给 要我们给钱 要您做个案的咨询辅导 还有从业人员的培训 但是呢训练观摩的内容是怎么样 也不知道 那你实际补助的对象是怎么样 完全没有提到 那这样子的这个报告 有跟没有 对我来讲都一样 如果只是要旅馆的数字跟统计 那你们网站上要呀 委员我想这个我们训练观摩 包括这个做的 这个个案咨询辅导 这些资料我们可以 可以来提供给委员会 好希望你提供 等你提供我们再来解冻 部长再让你听清楚了这三项 我说为什么你们敷衍立法院 就是我们只有要求你 针对我们要的东西 不是只有我 是整个交通委员要的东西 你好好的来告诉我们 我们就可以给你解冻 但是我们认为你这个 你们三个案子的报告内容 都根本就没有报告到真正我们要的东西 不痛不痒 有报告跟没有报告是一样的 再来专案报告的部分 专案报告呢 今天没有桃园 有有有 终于来了一个哈 桃园的委员特别要求 就是说对于这个桃园机场排名大幅下滑 我现在我讲到这里 我就知道你们要怎么说了哈 就会讲说啊那个排名不准啊 那个排名变来变去 那个排名不够客观 我要报告不是这个 我要报告的是2009年有进步 2010年我们认为会有大幅进步 你说你说排名有进步 对我说整个的绩效整个的绩效 2010年会大幅进步 好我愿意相信你了 但是你至少在报告的要告诉我们 或者你白纸黑字写一下 我们2009年要进步到哪里 民航局有一份这个 今天有一份这个表 可以马上提供给委员 好可以那我还是要说哈 不要你们要嘛就太低估了交通委员会 要嘛就太高估了交通委员会 太低估了就觉得这一本就可以呼隆我们了 太高估了就是今天给了我们马上就知道 我们马上就吸收马上就接受 我不知道你们是太高估还是低估本委员会 我还是要再一次的说 陶渊机场呢 就算你不在意他的排名好了 就算你不在意他的排名 其实这个排名你不能不在意 因为很多观光客呢 特别是对台湾不了解不熟悉 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人家能够得到的第一个资讯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些排名呢 结果就在我们做这样子 我们已经看到问题的所在了 陶渊机场委员提案的时候排名是18名 现在是27名 这样短短几个月呢 又降了 2008年是我们大概最辛苦的一年 2009有进步 然后我讲就是说 2010年进步会很大 我们要求的不是 也不是你们报告 这一个报告呢 你们告诉我一大堆数字 说什么旅客啦 货运量提升啦 但是真奇怪了 旅客增加货运量提升 但是我们的排名还是会下降 9名 我们就是 也就是 为什么要你们做专案报告之所在 两位 如果照你们说的 旅客也增加了 货运也增加了 那我们的排名还下降9名 那问题更严重喔 问题更严重喔 不是吗 有些是服务品质啦 好 无论是什么 我们要你们告诉我们嘛 要你们的检讨报告嘛 没有嘛 部长 今天呢 这一份 今天的这份报告呢 坦白说我跟其他委员有同感 就是我们不满意喔 所以我等一下会做一个决议 我还是认为 我并没有要压时间 我还是希望你们就针对问题 就委员的要求 针对问题的核心 真正好好的 不要用敷衍的方式 好好的来回答交通委员会 否则的话 你们根本就是根本没把交换员放在眼里嘛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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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